蜜尿道酸皮癌一般容易发生在70岁以上的逐温 在台湾每年有将近四勤勉的凡价 其中酸蜜尿道包括油脂、塑尿管、酸皮出现金瘤 就比称着酸蜜尿道酸皮癌 传统的秋述必须要开脚 用金瘤来切斗 甚至油脂卡掉 如果两边酸蜜尿道酸皮癌 切斗两边的油脂 未来恐惧就必须要世线来过日子 他们家既美医学中心 提供双侧塑尿管境的肿瘤酸酸素 会免得免去世线的危机 不过改修讯是有一定的适应症 如果是标准的治疗 在双侧都有泌尿道酸皮癌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做双侧的肾脏切除 那因为双侧肾脏切除 等于病人已经没有肾脏来过滤血中的毒素 势必一定要洗肾 所以我们双侧肾切除 对病人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煎熬 那我们最新的 塑尿管境下肿瘤酸酸素 它是针对比较小的肿瘤 大概小于两公分 比较标浅型的肿瘤进行骚酌 它的优点有疼痛比较少 而且无手术伤口 并且恢复快 住院天数也比较少 因此对于一些供病症比较多 肾功能比较不好的病人 可以有效的治疗肿瘤 基比较中心泌尿外科的医疏 血液则标识 其实酸泌尿道 酸皮癌的初期竞争 并不明显 而且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病人 没有竞争 通常都是经过其他的检查 才来发现 不过大部分都是 以无痛性的血尿来表现 如暗期出现的竞争 包括疲倦、病毒、提供兼肩定 疑伤口 管家应该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这可以提升纯瓦率 台南新闻您跟 彩虹报道